今天内容呢给大家讲的是第四章的第二节 还有第三节的一些重点内容 没有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给大家进行展示 找的呢都是一些重点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第二节 第二节说的是建设工程项目质量 控制体系 其实在这一节我们要讲两个不同的体系 一个是项目层面的质量保证体系 一个是企业层面的质量管理体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一节每年差不多考到四分 一共呢它是包括了三个主要的考点 那第一个说的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 这个全面质量管理思想 它也简称为是TQC思想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要详细的去介绍 这是TQC思想的内容 还有就是PDCA循环原理的相关内容 好然后再往下 第二个是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第三个是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所以整个第二节我们重点就是讲两个不同的体系 一个是项目层面的质量 这个项目层面的质量控制体系 一个是企业层面的质量管理体系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说的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 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它也可以简称为是TQC思想 这个TQC思想它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全面质量管理 全过程质量管理 还有全员 对于这三个标题 它可能会出一个多选 这个要注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 首先我们说全面质量管理 一说全面 我们在项目上想要对整个说全面进行管理 那么这个全面它到底包括了哪些面啊 主要是两大方面 一个就是涉及到工人们工作的质量 还有呢就是我们完成产品的那个质量 所以这个全面质量管理主要涉及到各个参与方 工程的质量 就是他们完成的产品的质量 还有就是他们工作的质量 这个产品的质量加上工作的质量 就等于全面质量管理 这个全面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第二个 全过程质量管理 这个全过程其实指代的是 我们从最初的策划决策 然后决策完了 我们开始去这个出图纸 然后对于一些物资进行采购 开始施工 然后竣工验收 验收完了之后呢 又对又到了他的一个回放维修 整个过程我们都要进行管理 这个说的是全过程 来看一下 全过程它涉及到了项目的策划决策 从前期的决策阶段策划决策开始 然后接下来决策完了了 接下来是勘查 出图纸 还有设备材料的采购 组织实施 检测设施控制和计量控制 这是在检查的过程 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检测 还有施工生产的检验试验过程 还有整个工程质量的评定过程 你干完了 到底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我们得有一个评定 还有呢 竣工验收 交付的过程 以及到最后回放维修 整个过程 从最初的决策阶段策划决策 一直到建完了之后回放维修 整个过程我们都要进行质量控制 这个说的是全过程 整个过程 好 然后全员呢 当然就是与整个这些质量相关的所有人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人员 我们都要参与进来进行质量管理 好 你看各个部门 各个岗位都应该承担着相应的质量的职能 好 这三个全面 全过程 全员就构成了PQC思想 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 好 这个需要我们去掌握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这是2020年刚刚考到的 建设工程项目全面质量管理 它提到的这个全面包括哪两面 一个是工程产品的质量 还有一个呢 是工作的质量 好 什么决策阶段实施阶段 这个它是强调的是全过程里面的某几个 全过程涉及到了决策啊 实施啊 然后 这个管理岗位工作岗位 这说的是不同岗位 不同人员 它强调的是全员参与吧 全方位全流程 这个没有提到 好 那么全面的一个是选择B选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PTC循环原理 PTC循环原理呢 其实它是可以说是我们整本书的一个方法论 它也是方法论 PTC循环原理它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直这么循环下去 直到目标得以实现 就是让我们整个建设的过程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然后实现了目标 好 那么它这里提到的PDCA值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啊 这个P是做计划 PLAIN它的首字母 它的缩写 这是做计划 D呢 是度的首字母 实施 好 然后第三个 Check Check 检查 C 首字母A 最后一个A Action 处置处理 纠偏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说 首先先说第一个 做计划 那么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需要我们完成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其实完成两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先要有目标 必须先有这个质量目标 看这个质量目标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再围绕这个目标 开始去做计划 所以计划包括确定质量目标 制定实现质量目标的行动方案 这个行动方案呢 就是做计划呢 所以做计划 它包括先要明确目标 然后还有去制定行动方案 就是做计划 好 那计划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在计划的指导之下 去执行 去实施 所以第二个呢 就是实施 但是在实施这里 不是说我有了计划之后 马上就去干活了 在开始实施之前 它还有一个交底 所以这个实施 它是包括两个部分 先进行交底啊 部署和交底 然后呢 我们再去实施 看一下 各项活动实施之前 根据质量计划 进行行动方案的交底 这是第一个 先交底 然后在质量活动的实施过程当中 要求严格执行计划的行动方案 就是严格执行 你前面做好那个计划 规范行为 把质量计划的各项规定 和安排落实到具体的资源配置 和作业技术活动当中去 所以它用了这么长的一个语言表达 去描述的 就是我要把之前定好的行动方案 开始去实施 开始去执行 所以在这里整个第二个 我们就简单记就可以了 实施这里面 先交底 交底完了之后 再去实施 再去执行我的活动 就行了 好 这是实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检查 关于检查 这里首先检查的形式 这个检查呢 包括作业者的自检 互检和专检 自检的话 就是我自己干完活 我要先检查 我要检查一遍 互检呢 不同的施工队 你检成我 我检成你 互相检查 专检呢 这是专门找一个专职人员 由专职人员来进行的检查 所以检查的形式 在这里强调了 自 互 专 这三件 然后再往下 这个检查 它也是包括了两个方面 其实我们在讲到第一章 组织论的时候呢 强调了那个职能分工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了检查 不知道我们学员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讲到职能分工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呢 是先提出问题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筹谋划策 筹划 然后从那么多的法案当中 选出一个最好的来 就是决策 决策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去执行领导的决策 执行完了之后呢 就是检查 好 在前面讲到那个检查 和这边那个检查 它俩差不多 可以理解为是一样的 在这里要注意 只要我们一提到检查 它就包括两个方面的检查 那第一个 就是检查 是否严格执行 是否严格执行了计划的行动法案 是不是 你这个执行的 是不是按照我们最初 做计划的一个行动法案 去执行的 这是第一 检查的第一个 第二 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 看看它执行的结果 执行的效果如何 所以在这里 大家要注意啊 只要一强调到检查 它就这两个方面 第一 看你有没有按照 原来的行动法案去执行 第二 执行的结果 效果如何 看一下这个第二个 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 即产出的质量 是否达到了标准的要求 对此进行确认和评价 就是我们看一下 你实际施工的 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 是不是达到了 我们计划的要求的标准 好 最后一个 是处置 Action 这个处置的分为 纠偏和预防改进 如果说你有偏差 存在偏差 那么我们就要去纠偏 如果说你没有偏差 我们还得预防它出现 预防改进 预防 预防的同时呢 还要把这些方法 让它变得越来越好 改进 好 纠偏呢 是采取措施 解决当前的质量问题 那么预防改进呢 是将目前的质量状况 反馈给管理部门 为今后的类似的一些质量问题 进行预防 检查 检查还是两个方面 检查 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行动方案去执行 检查的执行的效果如何 还有检查的三种形式 自检 互检 还有专检 然后处置 是不是还有两个方面 有偏差 要去揪偏 没有偏差的话 我们还得预防改进吧 所以 PDCA 我们看完了之后 是不是每一个环节里面 都涉及到两大方面的内容 好 这个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这道题选哪个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 PDCA循环当中 质量计划阶段的主要任务 计划 计划 质量计划 我们是不是先要明确质量目标 然后再制定行动方案啊 所以看一下啊 A呢 说的是开展工程项目的事工作业活动 这个是D啊 明确目标制定方案 这个是P啊 严格执行行动方案 规范行为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你要严格去执行计划的行动方案 这个也是D吧 然后最后一个 对质量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A 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属于PDCA循环原理当中 D的职能活动是哪一个呢 D 明确目标 做计划呢 专职检查人员检查 C 行动部署交底 这个是D 实施之前 我先部署 先交底 制定行动方案 制定行动方案也是做计划的吧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C选项 好 然后第三个 PDCA循环原理当中 这个C 包括什么呢 C 检查 检查它包括 很明显这道题它考成的是检查的形式 自检 互检和专检吧 作业者的自检 互相的检查 还有专制管理人员的专检 所以选择的是BCE 没有提到这个平行检验 平行检验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施工方 他干完活 干完活之后自检 自检完了之后的监理 我再检查一遍 监理的检查和施工方的检查 它是不相交的 两条平行线 平行检验 好 那这道题选择BCE 看一下第四题 A 处置A的主要任务 看A A选项 明确质量目标并标 并且 制定 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 这个说的是 P 对吧 明确目标并且制定 这个多了一个字啊 制定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 这是在做计划 然后第二个 将质量计划落实到 工程项目的 施工作业技术活动当中去 我去落实 这个是实施 对质量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采取措施 纠偏 这个是A 对计划实施过程 进行科学的管理 实施过程 进行科学的管理 实施的话 那么这句话 如果我们硬要把它 归成哪一个的话 它应该属于D吧 对实施的过程 我们进行科学管理 对吧 而这道题他问的A 应该是选C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幕 第二幕呢 说的是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相关内容 在整个这一节 我们要讲两个体系 一个是项目层面质量控制体系 一个是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好 我们先来说 它们二者的一个不同之处 一个是项目层面控制体系 一个是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那么它们二者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这么五个方面不太一样 对于这五个方面 要求大家重点注意的是四和五 好 我们先说第一个 它们二者建立的目的不同 当然 一个是为了项目的质量 满足要求去制定的 一个是为了企业的质量 满足要求去制定的吧 一个是为了项目 一个是为了企业 服务范围呢 一个服务于项目 一个服务于企业 控制目标 一个是为了实现 项目质量的目标 一个是为了实现 企业质量的目标 是不是很好区分 然后再往下 作用的时效不一样 这个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这个项目一完事 整个体系就没有了 所以呢 它呀是一次性的 这个项目的质量控制体系 是一次性的 项目完了 它就没了 而企业的这个呢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只要这个企业 它一直存在 那么这个管理体系 它就一直有 只要这个企业 它不黄了 它就一直有 所以呢 这个可以理解为 是永久性的 当然 看看你们企业 存在多长时间 它就存在多长时间 好 然后评价的方式 其实关于这个评价方式 我们在前面讲到 第二章的时候 给大家提到过 它们两个 哪一个是需要得到 第三方认证的呀 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的 是不是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是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 而项目层面呢 这是不需要的 好 这是关于它们二者的不同之处 然后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 关于工程项目 质量控制体系的说法 正确的是 项目层面质量控制体系 看A 涉及工程项目 实施过程当中 所有的质量责任主体 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项目层面质量控制体系 涉及到每一个参与方 涉及到实施过程当中 所有的质量责任主体 然后第二 目的是用于企业的质量管理吗 项目层面的 当然不是企业了 目标是企业的质量管理目标 肯定不是企业 它是否需要第三方 进行审核认证啊 不需要的 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才是需要的吧 而项目层面 它是不需要的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择A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项目层面质量 控制体系的内容 项目层面质量控制体系的内容 首先呢 第一个 他这里提到的呢 就是整个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结构 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我们整个项目层面 质量控制体系 在整个体系里面 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谁是这个 官职最低的 他给我们强调的是 整个体系里面 不同人员 不同参与方 他们的一个组织结构 组织构架 组织结构 好 那首先他说的是多层次结构 什么叫做多层次结构呢 这个多层次啊 其实在这里呢 他给我们了三层 而这三层呢 是越往上 官职越高 第一层 官职是最高的 然后其次是第二层 最后官职最低的呢 就是第三层 我们来看 第一层都有谁呢 建设单位 业主吧 投资方 他是官职最高的 或者说 或者说是呢 委托的代建单位 这个代建方 我们一般在哪里 见到的比较多呀 就是政府投资的一些项目 政府他会找这个代建方 因为政府他不懂这个事 他只能找代建方 帮他去进行管理 代建 委托的代建单位 他也可以认为是第一层 还有工程总承包 如果说业主选择的是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话 那么这个工程总承包 他的项目上 他也是官职最高的 所以官职最高的 要不就是业主 要不就是代建方 要不就是工程总承包方 三个选其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层次 那就是官职 稍微低一点 有设计总负责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有没有发现 他是把设计跟施工 给分开了 设计的总 还有施工的总 对吧 这是第二层的 然后第三层呢 是设计 施工安装 材料设备的供应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各个分包 而上面的是总包 然后最上面的是老大 所以这三层 就是按照他的官职的高低 给他排了排序 区分了一下 然后第一层 这三个 我们有一个就行了 你要不就是业主去管理 要不就是代建单位去管 要不就是工程总承包方去管 而从第二层往下 从第二层往下 这个每一层里面 是不是得有多个单位啊 还有专门负责设计的总承包 这个总负责单位 专门负责施工的总承包单位 对吧 然后下面有设计的安装的材料设备供应的 是不是 所以从第二个往下 每一层都有多个单元 一个参见单位称之为一个单元 你看有这么多单元 每一层都有多单元 所以第二个就出来了 它又体现了一个多单元结构 你看第二层次的质量控制体系 即以下的 这不从第二层往下吗 它的自控或者保证体系呢 有多个 你看第二层有设计的总 施工的总 第三层有设计受施工 安装材料设备 这个材料的设备的一个供应 供应单位 你看是不是有多个啊 所以这个强调的是多单元 好 这个能理解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下来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当中 属于质量控制体系第二层次的是 那么第二层次在我们刚刚讲的里面 是不是就有两个 一个是设计的总 设计总负责 一个是施工总承包 看一下 A 建设单位项目管理机构建立的项目管理控制体系 建设单位 项目管理机构建立的建设单位是第一层 第一层 第二 交钥匙工程 这个交钥匙工程总承包 交钥匙工程总承包 它也是第一层嘛 设计总负责 这个属于第二层 施工设备安装单位建立的现场质量控制体系 这是第三层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C 知道怎么考了吗 好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件的内容 来看一下第三个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建立的程序 看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还是项目层面质量控制体系 整个体系 它到底是怎么去建立的 这里有一个程序 关于这个程序考试的时候呢 那肯定要考察排序了 来看 一共呢是有这四步 第一步 明确系统质量控制网 什么叫做明确系统质量的控制网啊 这个质量控制网 控制网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明确负责人 这个控制网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整个组织结构 组织构架 明确就是明确负责人 谁要去管什么事 好 这是控制网啊 明确负责人 确定了负责人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 还得制定一些制度 所以说制定质量控制的制度 一说制度那就是一定的约束呗 那不是说明确好了 你去负责哪些事之后呢 就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那肯定不行 得有一定的约束 所以呢还得去制定相应的一些制度 好 然后第三 分析质量控制界面 什么又是界面呢 你看啊 这里面它这些字词啊 都是很抽象的啊 什么又是界面呢 这个界面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要求 分析质量控制 控制到什么程度 它的一些要求 关于这个界面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静态的 一个是动态的 那么静态界面的话 肯定是相对而言 它几乎变化不会很大 或者是几乎都不变的 比如说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 合同要求啊 合同条件的一些要求 还有我们内部职能分工的一些确定 职能分工 你看这些法律法规啊 合同啊 或者一些职能啊 职能啊 不同的职能 你要负责什么什么 你这个不同的职能 都要从事哪些工作 哎 这些 几乎是不变的啊 所以他们属于静态的 那么还有动态的呢 动态的你看啊 事实过程当中 设计单位之间 施工单位之间 或者说是设计和施工单位之间 他们内部的一个组织协调 互相的一个组织协调 哎 这个 他给理解为是动态的界面 就是 互相啊 一直在协商 在沟通 在组织 在协调 哎 这个就是动态的 你看 事实过程当中 设计单位之间 施工单位之间 设计与施工之间的 衔接的配合关系 以及责任的划分 哎 这个是动态的 它是不停的在进行组织协调嘛 好 然后最后一个 就开始去编这个计划就行了 你看 一共呢 是这么四步 第一步呢 是先确立负责人 明确负责人 确立质量控制 控制网啊 质量 这个确立系统的质量控制网 明确负责人 有了负责人之后呢 我们还得去制定一些约束 然后呢 还得分析一些要求 就是界面 最后呢 开始去编相应的质量计划 好 关于这个质量计划这里呢 是项目管理的总组织者 负责主持编制 项目工程 它的一个总的质量计划 总组织者 总组织者是谁呀 是不是业主啊 项目管理的总组织者 总集成者 是业主啊 由他去主持 干这件事 他主持这件工作 不是由他去干 好 这个需要我们注意 它的一个排序流程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看一下啊 很明显 就是让我们排序呢 吧 看看怎么排呢 建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过程 包括了1234 步骤是什么 第一个呢 是确立系统质量控制网络 二 然后接下来开始去制定制度 三 分析界面 一 最后编制计划 所以说是2314 选A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四个是质量控制体系的运行机制 刚刚呢 我们讲了 它的一个体系制定的一个流程 那么当你整个体系制定完了之后 对于整个体系该如何运行 他又讲了一下运行的机制 运行机制呢 有这么四个 其实重点呢 是前两个 当然 对于这四个标题来进行考察 这也是有可能的 考个多选 你看 用哪些运行机制呢 第一 动力机制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动力啊 你没有动力 我们怎么就 你就没有 你没有动力的话 这个工作可能就干的不是很好 怎么才能够有动力呢 就是让你公平 公开 公正的去竞争 哎 这就有了动力了 只要你有动力 进口十足吧 所以 第一个呢 说的是动力机制 而且这个动力机制 也是这四个里面 最最核心的机制 动力机制 然后再往下 不是说给了动力之后 你就甩开把我随便干 我愿意怎么干 怎么干吗 也不是 也还是有一定的约束 而这个约束呢 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大家可以记这么一个结论啊 就是我们只要提到什么约束啊 或控制啊 它主要都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行为人 他自己的一个行为约束 还有呢 就是别人对于他的一个监控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么一个套路啊 只要一说什么约束啊 或者是控制 它就是这两方面 一个是自我的行为约束 一个是外部的监控效力 我自己控制我自己 别人监控我 好 反馈 那到底是给你很大的动力好呢 还是给你一定的约束好呢 还是都给你比较好啊 我们得及时的进行反馈吧 所以你看 对运行效果进行评价 对做出处置提供决策依据 我们得及时的去反馈啊 因此必须保证 质量信息反馈的 及时性和准确性 你必须要及时的反馈了 我才能够知道 目前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 对一些问题 可以去改进改进 好 然后最后一个持续改进 而且它运用的呢 还是PDC续换原理 就是让它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实现目标 好 这是这四个运行机制 核心机制是动力机制 约束机制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自我行为约束 一个是外部的监控效力 然后还有反馈机制 还有持续改进 好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系统 运行的约束机制 取决于什么 约束机制 约束机制是不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 各质量责任主体 内部的自我的约束能力 一个是外部的监控效力 好 所以选择B和D 你看A 各质量责任主体 对利益的一个追求 这个说的是动力机制 让你在公平公开 公正的环境下去竞争 给你一定的利益 那么你不就有了动力了吗 这个说的是动力机制 质量性性反馈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这说的是反馈机制 管理人员公正公开公平的 择权力的分配 这个其实也是 应该属于动力吧 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B和D 理解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 确实还是需要背的东西 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来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内容 企业层面的 首先第一个呢 是质量管理的七项原则 这七项原则 需要大家背 这个真是需要大家背 我们来看一下哪七项啊 第一个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顾客是上帝嘛 所以必须要以顾客为关注焦点呀 第二领导呢 要起到带头的作用啊 或者是你赶紧及时的去决策呀 等等领导作用 然后全员参与 每一个人啊 不同的各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岗位 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 进行质量管理 质量控制 全员参与 过程方法呢 他强调的是 我们整个采取的方法是成体系 成系统的 它是成体系的 而不是说 随随便便 我用一种这种方法 再用个其他的方法 没有任何逻辑 那不行 这个过程方法 他强调的是 整个控制的过程当中 管理的过程当中 选择的方法是成体系 成系统的 改进 这个不用解释了吧 根据PDC 循环原理 越来越 改得越来越好 寻证决策呢 寻证决策就是 遵循一定证据的决策 换句话说 就是基于事实的决策 你想有任何的决策 你必须有一定的证据 必须要基于一定的事实 好 然后 关系管理指代的是 就是与我们施工企业 有关系的其他企业 其他单位 我们要处理好关系 比如说你要和供货方处理好关系 最终达到一个双赢 这是关系管理 跟与你有关系的其他单位 你们关系必须要处理好了 好 这是七项原则 那么这七项原则 跟人有关的有四个 跟人有关的 你看 顾客关注焦点 领导作用圈 参与 这个关系管理呢 也认为是跟人有关的吧 剩下的这三个呢 就是三个方法 过程方法 持续改进 改进 还有一个 选政决策 四人三方法 好 我们做个题 质量管理的原则 包括什么 你看 直接考了他们 多选吧 以顾客为观的焦点 选政决策 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 关系管理 与跟我有关系的其他单位 我们要处理好关系 没有存在全要素控制吧 好 那么除了这四个之外 还有哪三个来着 顾客 为观的焦点 全能参与 关系管理 还有一个领导作用 然后方法有三个呀 选政决策 改进 还有一个过程方法 对吧 好 把这七个给背下来 那么这道题 正确的选择 ABCD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第二个 工程项目 质量管理当中 应当基于数据和信息分析 和评价的决策 就是你想要有任何的决策呢 你应当基于数据和信息分析和评价 那么这个它表达的是 质量管理原则 七项原则当中的哪一个 肯定是寻政决策吧 你要基于事实的决策 这不是寻政 遵循一定的证据去决策吗 所以选择C 持续改进 去让它变得越来越好 关系管理呢 这说的是系统的方法 管理的系统的方法 这个强调的就是 这个不是关系管理 是过程方法 过程方法 过程方法 这是系统的方法 这个D解释的是B 好 那么这道题正确的答案选C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内容 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觉得这里是有问题的 你看 这里有问题啊 把它给改一改 改一改啊 改改 没问题吗 有问题 有问题 你是没发现 第一个 把这个删掉啊 这个删掉了 这个删掉了 第一个呢 就是 质量手册 第一个是质量手册 这个啊 2020年的教材给改了吗 第一个是质量手册 然后第二个呢 是程序文件 第三个呢 是有一个质量计划 给你加一个啊 这个现在改完之后 跟二件是一样的 然后第四个是质量记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说的是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体系文件的内容 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整个体系文件 它包括哪些内容 包括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呢 是质量手册 什么是手册呢 大家可以记住 只要我们一提到手册 它就是不简单的 在这里呢 我们一提到手册 它就是一个纲领性文件 就好比说 我们那个考试大纲 包包的一小本吧 它也是一种手册啊 手册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这个教材 教材里面的目录 你想象一下 这个教材里面的目录 是不是纲领性的文件 很纲领吧 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是手册 所以手册呢 它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就很纲领 很泛泛 很抽象 不具体 然后 程序文件 它是手册的支持性文件 这个是非常详细的 是具体的一个程序文件 就是对于不同的一些工作 控制啊 或者管理啊 它具体的程序是什么 在这个程序文件里面 它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所以说 程序文件 它是手册的支持性文件 比如说刚刚我给大家举例 我说我们整本书 这个目录 目录 要是手册的话 那么后面的正文 你想想 正文是不是支持目录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正文 就可以理解为是这个程序文件 程序文件是用于支持前面的手册的 它是手册的支持新文件 知道了吗 好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质量计划 我们还要去做一些质量计划 这个质量计划呢 就是我们要去明确 什么人 在什么时间 用到什么样的程序 或是哪些资料 去干哪些事 就是具体的 它去做一个整体的计划 这是质量计划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质量记录 这是第三点 这是第四点 你给它颠倒一下位置啊 这个质量记录呢 就是对于实际的情况 进行一个客观性的反应 我要给它记录下来 比如说后期 我要是想检查的话 它要是有记录的话呢 是不是方便我们去检查 去追溯啊 好 这是这四个标题 你先记住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分别去强调它 接下来我要强调什么呢 就是质量手册 和程序文件 它们内部的一个内容 我教你一个方法 我们如何去区分 你注意 关于这个内容 整个这个内容 它出体的方向 有这么几个 第一 考多选 是考这四个标题 先是手册 程序文件 质量计划 质量记录 这是考标题呢 然后 这是多选吗 还可能考另外一种多选 是怎么考呢 它要去考察手册里面的内容 和程序文件里面具体的内容 就是手册里面要包括什么 程序文件里面包括什么 多选 好 然后还有可能考单选 考单选的话 这就简单了 问我们这四个标题 谁是纲领性文件 谁是手册的支持性文件 好 那么说到目前 是不是我们就剩下一个内容没有说了 就是他们里面的内容 来看 我们先看手册 它的内容 它包括什么呢 你看 这个手册呢 就是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规范 整体的一个规范 一个要求 它包括质量的方针 目标 它要有方针 有目标 我们事先定好了方针 确定好了目标 全部体现在手册里面 还有体系要素 还有基本控制程序 这个是考察多的 这个我们要重点去注意 然后质量手册的评审 修改控制的管理办法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手册 如果想去进行评审 想修改 想控制的话 它具有哪些方法 哪些布置 好 可能我说完之后 大家觉得太抽象了 根本就记不住 你注意 你不用背 这个你不需要背 因为接下来 如果它这里出多选的话 它的出题的方式 肯定是要把这些内容 和接下来程序文件的内容 掺到一起 然后让你挑 我不知道大家 我们今天都已经学到了 第16次课了 你肯定你应该 已经知道我们管理当中 它出题的一个套路了 管理当中 十道题 有八道 它都是把很多相似的内容 跟你掺到一起 然后让你挑 这是我们管理当中 出题的一大套路 你必须要清楚 所以在这里同样也是 它可能会把 手册的内容这么多 和程序文件内容 跟你掺到一起 虽然说 刚刚我说完了 手册内容 你一个没记住 没关系 你不用记 记下来你一对比 肯定能够区分开 考试考的全部都是客观体 只需要你能够 从五个选项里面 挑出答案就可以了 不是让我们去写字 所以你不需要去背 你能区分 这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程序文件 它是这辆手册的 支持性文件 它是一个具体的内容 它是细则 你看 它是为落实 这辆手册的要求 而规定的 实施细则 为落实管理工作 而制定了各项管理的 标准 规章制度 就是具体的一些标准 执行的标准 具体的规章制度 好 你看 它又强调了 各个企业程序文件的内容的 降略 可视企业的情况而定 你注意 不是说所有的企业程序文件 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根据你们的要求 你们自己去定 它的想法不一样 一般包括哪些内容呢 你看 首先有六个通用的管理程序 就是接下来这六个 对于不同的企业 都是通用的 你看 我们找关键词 文件控制程序 质量记录管理程序 内部审核程序 不合格产品控制程序 纠编措施 控制程序 预防措施 控制程序 你看这个需要你背吗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关键词找出来就行了吗 关键词是什么呢 程序 既然你是程序文件 所以它说的都是很多事情 它的具体的一个流程程序 那么这六个呢 它也是不同的企业 它有通用的这么一个程序 你看具体的文件控制质量记录 如何进行文件控制啊 具体的程序 如何进行质量记录管理啊 具体的程序 对不合格产品该如何控制 具体的程序 如何进行纠编 具体的程序 还有预防措施的控制程序 发现没有 你看见这些程序 程序 这不就属于程序文件了吗 而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再看这 什么包括质量方针 质量目标 体系要素 这个质量手册的评审 修改控制管理办法 没有程序吧 唯一的一个有程序 它是在这呢 而且它说的是基本控制程序 什么叫做基本控制程序呢 基本控制程序 它其实强调的是 对于很多不同的事件 我们在去控制的时候 大体上都会包括的一些步骤 它只是大体上都会包括的步骤 这个不是很详细 它并没有很详细 它说的是基本控制程序 而人家这个程序文件里面 都是具体的事件 它的一个程序 你现在能去分开了吗 你看这些东西 是不是不需要背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学习一件事件 是很紧张的 你每个科都是需要去背的 但是你背的时候 你要抓住它的套路 你这样的话 能够帮你节省时间 你要是上了就开始 一个段不差的背 愁随微不会啊 这我也不会啊 你让我去默写 我也写不出来 但是我就是会做题 我知道这个出题老师 他怎么考试 他怎么出题 我能够给他区分开 我们只要把握着这一点 就行了 我们必须要短时高效的 去通过这一门 通过这一门考试 好 我们再往后看 这个说的是六个通用的 是对于不同的企业都能用 那么当然 它有通用就是有不通用的嘛 看一下 像生产的过程 服务过程 管理过程 监督过程 这些程序 是企业的需要而定 关键词又是什么呢 过程 对吧 生产过程程序 服务过程程序 管理过程的程序 监督过程等等 这些过程的程序 带过程两个字的 是企业的需要而定 而没有过程的 是通用的 能记住不 把这些记住 如果考试 你准能拿分 你不需要我们详细的去记 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人能够背得下来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 看一下质量记录 这个质量记录 记录的形式是统一的吗 这个大家要注意 是统一的 你看 以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进行 属于客观的反应 它的记录的一个形式也好 程序也好 是规定的 是有要求的 是统一的 记录是按照规定的 按照同一的形式去进行 而这整个程序文件呢 是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 详略并不一样 当然它有六个方面的通用的 剩下的是不同用的 好 整个说完了 我说了很多 重点给大家点出来 就是它会怎么考 然后交给你怎么记 明白了吗 计划没说 计划没有了 它不会考了 这个计划我前面说了 这个计划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整体 比如说某个人 他要用到什么流程 用到什么材料 去干什么什么事 他整体做个计划 这就完了 这里面没有考点 对于计划 他能够考的 就是考这个标题了 懂吗 而对于质量记录 他除了考这个标题之外呢 他还可能会考察 他这个形式跟程序 是规定的 是一致 是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啊 是一样的 是不同的企业 都要按相同的规定 去执行的 然后程序文件 除了考标题之外呢 就是考里面的 而里面的 通用的可能会考 是需要而定的 也可能会考 然后 首次呢 标题是一种考法 还有就是里面的内容 以及刚领性文件 这个也是一个考点 明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这些题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把它改成质量计划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选哪个呢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是由哪些构成呢 先是手册 程序文件 质量计划 质量记录 没有涉及到质量报告吧 所以这道题只有c错了 对吧 好 然后再往下看 看第二个 质量手册是规定建筑企业 建筑质量的管理体系文件 那么手册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方针目标 我们前面有没有提到 这个手册发行数量啊 没有提到 它的发行数量 这个没有提到啊 你具体发行多少 这个它能 它怎么能知道呢 这个没有 它不会管发行数量 然后体系的基本控制程序 这个要没有 有的呀 基本控制程序嘛 它唯一一个带程序的 就是基本控制程序 还有手册如何评审 如何修改 如何控制的一些办法 对吧 这都有 而管理的标准 规章制度 这个是哪里的 程序文件里的啊 管理的标准 规章制度 是程序文件里的 你看我们往前看一看 各项管理的标准 规章制度 是不是程序文件里的 你这个要注意啊 好 所以这个呢 选择的是A C和D选项 然后再来看第三题 关于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A 所有企业程序文件 文件的内容 及详略有统一的规定形式 程序文件 详略有没有统一的规定形式 没有啊 这个是没有的 第二 质量手册 是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当中的纲领性文件吗 手册是不是纲领啊 是啊 这个这个没有了 给它删掉啊 然后再看第四个 质量计划 具有可追溯性吗 这个C啊 给删掉了啊 这这个题啊 是我们这个 两三年前的真题了 所以之前呢 教材没改的 它是有这个选项的 现在教材改了 它就没了啊 然后第四个 质量记录 是否具有可追溯性呢 当然有啊 我记下来 目的就是让它 具有一种可追溯性啊 实际客观的反应 可追溯性 对吧 然后质量记录 他说质量记录呢 没有统一的规定形式和程序 是企业的情况而定吗 你注意 程序文件是没有统一的形式 而记录呢 它是具有规定统一的形式 所以这两个 它正好说颠倒了 你知道吗 我在这里给大家放这道题 主要目的是让你对A跟E 这两个选项 你要去注意 程序文件 不同的企业是不一样的 当然它有六个方面呢 是通用的 其他的什么什么过程 生产过程 服务过程的管理过程 那个是 是企业需要而定的 整体上 程序文件是 是需要而定 而质量记录 它具有规定的形式和程序 所以 你看这道题 那这样的话就选哪个了 B是对的 B是对的吧 好 其实C也是 只不过我们现在 书上这句话给删了 我们学会这道题就可以了 这个C呢 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 是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与监督 之前我就给大家提到过 我们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它是唯一的一个 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的 唯一的一个 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 来看 质量管理体系 有公正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去认证 企业获准认证的有效 七十几年呢 三年 那你看都是三 公正的第三方去认证 有效七十三年 或者认证之后 企业应该经常性的进行内部审核 什么叫内部审核呀 就是我自己去审核我自己啊 这叫内部啊 自我的保证 自我的监督 这叫内部吗 内部吗 好 通过内部审核 维持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有效性 并且接受认证机构对企业的监督管理 其实接受监督管理 这个呢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每年 那每年吧 不能说是一年 每年都要接受监督管理 然后其中监督管理的工作 包括这么几个 第三方 他进行监督管理工作 有企业通报 监督检查 有认证注销 认证暂停 认证撤销 复评 重新还证 对于这七个 要求大家重点掌握的是 监督检查 注销 暂停 撤销 这几个是需要重点的 而且这个撤销是最最重要的 这七个啊 我们就掌握这四个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 首先什么是企业通报呢 什么情况下进行企业通报啊 就是你认证的时候 你让我给你认证的时候 是一种是一种情况 结果你实际去实施的时候呢 和我最初认证你的时候呢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时候 他要进行企业通报了 你看 运行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呢 需向认证机构进行通报 好 就告诉他 我们这个运行的时候 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监督检查 这个监督检查呢 他主要分成 一个是不定期 一个是定期的 就是这两大类 不定期的呢 看他的心情 他愿意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来 定期的呢 是每年检查一次 这就是刚刚跟你说的 定期的每年一次 好 认证注销 要注意 他是自愿的 想不想注销 这是你自愿的 这就 这就类似我们申请 QQ号跟微信号一样 可能号 号有好几个 我要不需要的 我可以注销掉了 这个就是注销 他是自愿的 然后认证暂停和认证撤销呢 这两个是被 被暂停 被撤销 什么情况下被暂停啊 你看认证机构 对货政企业 质量管理体系发生的 不合格认证要求时 采取的一个警告的措施 就是你们这个质量管理体系 不符合要求 那么我就给你警告 这是认证暂停 你先去改 改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恢复 就认证暂停 给了一个警告的 在这里要注意 它是被 被动的 然后认证撤销 也是被动的 如果你出现了 很严重的问题 那可能人家就撤销了 那么撤销之后 我多长时间 可以重新申请呢 申请认证 多长时间 一年后啊 可以重新提出申请 这个要注意 一年后提出申请 复评 刚刚说的有效期 不是三年吗 有效期满钱 如果企业你愿意延长的话 可以向认证机构 提出复评申请 然后最后重新换证 什么情况下 要重新换证呢 比如说 企业法庭代表人 有了变化啊 等等 我们来看 换证 在有效期内 出现体系 认证标准的变更 认证范围 有了变化 标准有变化了 认证的范围 有变化了 持有者 有变化了 当有了这些变化之后 原来那个证呢 他就认证了 就不符合了 所以我们要重新换证了 好 在这里啊 我们重点要注意 这个撤销 你要注意 撤销之后 多长时间 我们要重新去 可以去提出申请 是一年后 可以提出 好 做一下题目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制度 是指谁 对企业的产品 及质量管理体系 做出正确可靠的评价 第三方 公正的第三方 对吧 就是公正的第三方 什么消费者协会啊 监督局啊 行政主管部门都不对 公正的第三方 选D 往下看 质量管理体系的说法 正确的是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获准认证的有效期三年 正确 认证机构 对认证合格单位 质量管理体系 维持情况 进行监督性的现场检查 当中 定期检查通常是每 多长时间一次 每年 不是每半年吧 每年一次 它进行监督的时候 有不定期和定期的 那么定期的是每年一次 获准认证后的 或者认证后的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合格有效期满前 如果企业愿意 继续延长 可以提出 复评申请 正确 撤销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企业一年后 可以重新提出 认证申请吗 撤销的 是不是一年后 可以重新提出 认证申请 正确 然后 注销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是自愿行为 注销 是不是自愿的 注销是自愿的 认证暂停 认证撤销 都是贝的 好 正确 所以选 A C D E 好 那么到目前 关于第四节 第四章的第二节 我们就全部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把内容 重点内容 再来总结一下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好 看这一节都讲了什么 其实这一节内容 真的是挺简单的吧 虽然说贝的东西很多 但是很好理解吗 像这种贝的东西多的 你可以这么 你这么做 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学完了 你在晚上睡觉之前 你再快速过一遍 可能二十分钟 你就能过一遍了 明天早上起来之前 起来 或你刚起来 二十分钟 你再过一遍 明天晚上 你再用二十分钟过一遍 你肯定记住了 你不用 你不能等着说 我再过了三天 我再重新看一遍 我再用两个小时 你再过三天之后 可能全忘光了 那时候你再去复习 等于重新学 而你过上半天 或者过上两三个小时 你再去复习一下 不仅快 而且效率特别高 用的时间还短 你就零散的时间 都可以搞定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于我们这种 纯记性的一些内容 你就是快速的 时间间隔比较短的 快速的去看它 多看几遍就会了 肯定能记住了 我们再来过一遍吧 前面讲一遍了 我们再来快速过一遍 在这里呢 我们讲了TQC思想 全面质量管理思想 它包括全面 全过程 全员 而在这里要求我们 重点注意的是 这个全面 它包括工程的质量 和工作的质量 这两部分加到一起 就是全面了 而这个全过程呢 它是从策划 决策 勘察 设计 采购 施工 检查 竣工验收 回访维修 整个过程 全部的进入质量控制 质量管理 好 然后PDCA循环原理 PDCA P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 确定目标 制定行动方案 D两个方面 先进行部署交底 然后再去实施 C两个方面 是否严格执行了 前面制定好的行动方案 看你执行的效果如何 和A两个方面 一个是纠偏 一个是预防改进 好 然后再往下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这 我们先来看一下 项目层面质量控制体系 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它们二者的一个不同之处 建立的目的 项目的需求 企业的需求 目的不同 服务的范围呢 项目的服务项目 服务于企业目标呢 项目质量目标 完成企业质量目标 上面都是项目 下面都是企业 作用的时效 项目这个呢 是一次性的 这个项目完事 它就完事了 企业的这个呢 只要企业不慌 它就是永久性了 然后评价的方式 项目的呢 你们内部自己去评价 进行自我的评价就可以了 自我的保证 自我的监督 而企业的呢 需要得到第三方的认证 而认证的有效期是三年 好 然后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结构有多层次和多单元 我们重点注意的是多层次 第一层 甲方代建方 项目总成包方 第二层 设计总负责 施工总成包 第三层 设计安装 材料供应 按照他们的官职 往下一层一层去排的 第一层 这三个 任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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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二层到第三层 每一层就是多个 所以他这里又强调了 是多单元 好 看这里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整个体系结构的建立程序 这么四个 第一 确立质量控制网 就是明确负责人 制定控制的制度 我给你一定的约束 先明确负责人 再给 再给一定的约束 分析相应的界面 最后编制计划 而这个界面 分为静态的和动态的 静态的 什么法律法规 合同要求 还有一些 这个职能分工 职能分工 不是任务分工 是职能分工 然后动态的呢 指的是 什么设计单位之间 施工单位之间 设计跟施工单位之间 他们的一个组织协调 好 再往下 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 一共有这么四个 动力机制 并且它是核心机制 约束机制 来自于两个方面约束 哪两个 一个是自我行为约束 一个是外部监控效力吧 然后就是反馈机制 我得 我得看一看到底是给你动力好啊 还给你约束好啊 我们得进行及时准确的反馈 最后 持续改启 好 这属于项目层面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企业层面啊 企业层面 气象原则 质量管理 气象原则 第一个是以顾客为观的焦点 领导作用 全员参与关系管理 这是四人 三方法吗 三方法呢 过程方法改进 还有选政决策 要去背啊 好 然后提系文件 提系文件 第一个 手册 第二个 程序文件 第三个 考考你们 第三个是什么来着 前面我给大家加上了 看你们记没记住啊 第一个是手册 它还是钢领性文件 第二个程序文件 它还是手册的支持性文件 然后 接下来是什么 这个说的是什么人 按照什么程序 或者是 这个什么 拿到什么资料 去干哪些事 这叫什么来着 对质量计划啊 非常好 一定要记住啊 然后就是质量记录 我们看一下手册 它包括哪些内容啊 手册啊 它包括了质量方针 质量目标 还有呢 各个体系要素 基本的控制程序 手册的评审修改 控制的管理方法 唯一的一个 涉及到程序 的是基本控制程序 而程序文件 它包括 各种管理的标准 规章制度 这个要注意 前面有一道题 是不是考到了 你这个不要 不要忘了啊 看一下啊 包括各种标准 规章制度 文件控制程序 质量记录的管理程序 内部审核程序 不合格产品控制程序 纠正措施控制程序 预防 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是不是都是这些 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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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些具体的程序 对吧 而且这些程序 是不是还是通用的 不同企业通用的 那么 是企业的需要 自行确定的 都是那些过程 什么生产过程 服务过程 等等等等 什么什么过程 对不对 这个你要注意 然后第三方的认证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它是唯一的一个 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的 认证的有效期是三年 或者认证之后 要经常性的进行内部审核 你们内部要自己 控制自己 审核自己 每年接受监督检查 认证注销是自愿的吧 认证暂停和认证撤销是备的 而且认证撤销后 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需要我们重新完证 这个重新认证 多长时间 一年 好 那么这一节内容 我们就说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